一次70枚导弹,哼扫伊朗50个基地,同样战法中国如何应对。 以色列如今也是陷入了战争当中,首先它先是与几个邻国开战了,之后更是跟随着美国对待他们的敌对国家伊朗发动了非常猛烈的打击。 如今光看军事实力的话,以色列还是一个中东数一数二的强国。 而在五月份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次性派出了接近30架战机,进入了伊朗对待境内。 这批进入境内的飞机躲过了超过他们两倍的导弹,并击毁了伊朗境内的50多个基地还有弹药库。 这样的打击效率也是给了频繁发动导弹袭击对伊朗一些震慑。 而我国也是有专家分析,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战果,应该是因为他们装备了先进的电磁干扰系统。 这样的干扰破坏了防空系统,从而让战机们长驱直入。 这样的打击也是让很多网友们担心我国是否有手段应对这样的攻击。 实际上我国从美国等国研究干扰技术开始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 所以在电磁栅方面,我国也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甚至在一些技术方面超过了美国。 所以我国是无惧这样的手段的。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